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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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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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萬聖節了吧 昨天是萬聖節 我看到很多成員都有畫萬聖節的妝 然後我每個都在比誇張 洛克 洛克早安 萬聖節就是考驗大家特殊妝的機會 考驗大家特殊妝工的 我覺得宇喵的很厲害 宇喵的妝他還有加假髮或是衣服什麼的 可是宇喵他平常的衣服就還蠻萬聖節的 因為他有很多那種哥德爾風的衣服 然後配萬聖節的話其實很剛好 但是宇喵那個假髮真的太可愛了 所以我覺得印象特別深刻應該就是宇喵的萬聖節的打扮 超厲害 宇喵配備齊全 對啊 有沒有 畢竟之前有玩過cosplay 配備很齊全 很厲害 而且不是那個嗎 我聽說 日本澀谷那邊 會有那個 萬聖節的遊行 我真的很想去 還蠻想去參加一次看看 就是看大家都辦成什麼 上一次 什麼意思 台北 台北不是一堆鬼殺隊嗎 因為劇場版已經上了嗎 我都還沒去看過耶 可是開 開超級多場的應該不用擔心看不到吧 鬼滅之刃超多場的啊 我爸剛剛在那邊查那個 電影的場次 超級多場 每天 應該每天 都有開吧 不管平日還假日 然後 隨著那個劇場版的上映 那個 應該 安利每隊咖啡那邊也有 要跟鬼滅之刃合作 就感覺 會很多人 10月26 嗯? 16的午安 午安 吃午餐了嗎 我跟你說 我今天 我今天的早餐嗎 早餐跟午餐 就是一杯 咖啡 我家裡最近買了一個 咖啡機 然後 今天就在沖那個 就在試沖那個咖啡 然後我就喝那杯咖啡我就包了 吃這麼少 因為我早上 還好 不太會餓 因為我 你還記得我之前有泡過那個嗎 400次咖啡 然後 那個咖啡我真的苦到沒辦法接受 然後我就 在沖咖啡之前 我就一直跟我爸說 我很怕苦 然後 那個 咖啡 那個咖啡到底會不會苦 然後 爸爸就說 不會苦 他打包票跟我說不會苦 可是他真的 他真的我喝了之後 就算不加奶精跟湯 其實也不太會苦 但是有一種咖啡的那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 巴西豆 有個味道 有一個我不太能接受的味道 可是他加了 他加了奶球之後 那個 因為奶球 溫和了他的那個咖啡的味道 我就覺得超級好喝 所以我早上就喝了一杯那個 因為有些的 有些咖啡 嗯 我之前的印象就是 咖啡是會苦的 會 有點酸酸的那種 之前我喝的 黑咖啡是會 酸的那種 可是 可能要看咖啡豆的品種吧 我對咖啡已經有陰影了 之前那個 400次咖啡太可怕了 我以為 我一直以為咖啡豆有種苦欸 對啊 我也以為咖啡都會苦欸 可是真的 是沒什麼味道 像水一樣 熱熱的咖啡 吃的苦中苦發有點傷 膠囊咖啡那種機器嗎 還是磨豆子的 是那個 嗯 好像也不是磨豆子的 他就只是把那個 已經磨好的 咖啡粉 已經磨好的咖啡粉 倒進去 然後 沖 嗯 也不用自己沖的水 就是加 加水之後 過幾分鐘就好了 那種 非常簡單的咖啡 然後我也有喝過 濃縮咖啡的那種 咖啡機 濃縮咖啡的咖啡機 就可以泡 比較多種 就是 之前 嗯 嗯 我之前喝過的那種 咖啡機是 有什麼 拿鐵 然後 卡布奇諾也可以泡 然後 哪一種咖啡都是 按照你那個膠囊 是什麼來決定的 那個就比較多變化 可是我這就 單純 只能加咖啡粉 這樣子 嗯 嗯 可是膠囊很不環保 嗯 不環保 是滿不環保的 本神推午安 其實 對啊 這種有很多包裝的東西 都不環保 我最近在思考 要不要買 膠囊咖啡機 可是還沒有存夠錢嗎 等年底啊 年底 MOTO 感覺放這首會比較開心 所以放這首 我有在直播唱過這首 小千那時候有跟到吧 我記得 這首很多人翻唱 太可愛的歌 CSH早安 CSH早安 感覺年底就會有什麼 年終獎金或是 紅包之類的 雖然我不確定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嗯 剛剛說想買咖啡機的 我喜歡帶酸味的咖啡 你好特別喔 我不知道南風是 要給大家紅包的那一個 還是 可以收紅包的那一個 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收紅包的那個啊 可是 我今年還蠻想要包紅包的 包紅包給爸媽之類的 好 你們那個萬聖節附近會有那種 活動嗎 就是 會有很多 幼稚人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 或者是補習班那種小小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成群結隊 去跟周邊的店家 還是什麼 要談過 因為現在小朋友比較少 所以很少看到這種活動 但是 我還是常常會看到 就是在溫馨結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些 小朋友都是會跟 附近的店家去要談過的這樣 通常店家 我不知道欸 那總會先跟店家講好嗎 不然如果突然真的一大群小朋友到 你的店裡面來跟你要談過 不會很困擾 雖然年紀已經到要負擔紅包了 沒有啦 那個其實沒有成文的規定 這個沒有規定 不用給自己那麼大的負擔 沒關係 就是包個 包個新意就好了 因為我也沒有要包很多 其實 如果第一包包給父母 就包那麼大的包 以後會很困擾欸 以後就想說 怎麼辦 我今年要包多少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就慢慢來吧 所以一開始就慢慢來吧 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 給一點心意這樣 不然每次都收紅包 謝謝Karen的新意之冠 嗨嗨 優魯 嗨嗨 草莓醬 有那個新意父母覺得很高興 家裡長輩是說 只要開始工作就要包紅包 是嗎 原來是這樣啊 那照理來說我應該很早 我應該 一年前 一兩年前就要開始包紅包 沙魯 早安 可是我是今年才打算包 不知道欸 就是覺得 要20歲了就會有很多事情 開始 想要做 想要嘗試 那我國中就要包了 對啊 就是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要領薪水 只要有領薪水的話 就要開始包紅包 哈哈 不過感覺按照我爸媽的個性 他都是 應該都是不會收那種 不管我有沒有工作 都不會想收 也不會要求我包紅包 他就跟我說 你存起來啊 包給我幹嘛 也沒多少啊 等你要包10萬的時候 再包給我 然後等我真的 如果哪天真的包10萬給他 他也不會收 我跟你說我爸媽一定就是這種人 你包那麼少啊 不用包啦 自己 自己留起來用啊 反正還不是要給出去 要包就包個10萬 然後我哪天真的包10萬之後 他也不會收 開始工作 可是我從小就在幫忙媽媽工作 我覺得幫忙家裡 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我也是有 小時候 然後 也不但是小時候 從 高中開始 就有在幫忙家裡工作 但那個比較不一樣 沒有心血那種 對啊 那就算幫忙而已 那個不算 跟工作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跟出去外面工作不太一樣 這感覺 還是有些人家裡是規定說 比 就是要包給比自己年紀還要小的 比如說你要包給 你要包給你的表妹表弟 不然就是 包給自己的 那個堂弟 堂妹這樣 這也太辛苦了吧 如果我家裡有這個規定的話 我要包給超多人 我父母 是說 只要出去工作 然後能負擔房租 就要開始包紅包 哦 所以有些家裡的父母真的會規定 什麼時候要開始包紅包 哈哈 我不知道耶 父母是講講而已嗎 我都只包給父母 因為我下面有很多 表妹表弟這樣 如果我要包的話 我起碼要包 如果連我妹一起刷進去的話 就是一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我好像起碼要包的五 六包左右耶 六包 我可怕 六包一個月的薪水沒了 我那一個月直接做白宮 同輩的不用包吧 同輩的 的確不用包 同輩的包紅包也很奇怪吧 一包塞一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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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個補習班老師啊 說那個 之前有學生 過年的時候 來他家裡面做客 然後跟他要紅包這樣 然後他超壞的 他就把那個大富翁裡面的那個紙錢包進去 然後那個學生看到之後他超氣 他就丟在他家樓下門口這樣子 可是 然後那個我老師 我補習班老師就去把那個紅包撿回來 然後他說 他說他們不知道那個紙錢裡面其實有塞真錢 但是那個學生 一打開看到是那個假的玩具槽 他就生氣 他就丟到他家樓下門口 結果我們老師他是有在 他是有在大富翁的紙錢裡面包真錢 就是居心不良啊 所以我們 補習班老師才想說 整他一下 可是他裡面其實還是有包錢 然後那個 那個學生就是因為看到 喔 老師在整他 然後就很生氣 就直接 把那個紅包丟在他樓下門口 我覺得這樣很壞 我是說那個學生很壞 這感覺來找老師是來要錢的 串門子要錢 我直接哭笑不得不會丟掉嗎 我現在想講一下 雖然時間過了 有一點久遠了 可是我要講一下 我這次 RESET公演發生的事情 我跟你講我這次公演不知道怎麼了 一天是彩排 然後一天是正式 有一天是彩排 然後兩天是正式吧 然後我就身上 然後我就身上 我這次 身上多了超多的傷 真的是 每表演一次就受傷一次耶 超誇張的 我彩排的時候就 我彩排的時候就那個 那個 手 手被東西刮到 被麥克風刮到吧 然後 刮到的時候我就 開始大爆血 我的手就開始大爆血 我就去跟姐姐 那個工作人員姐姐 要那個 OK風 不然他那個 血 就是 怎麼講 那血流的太誇張了 根本沒辦法表演 我很怕沾到那個衣服上面 然後就趕快去 要那個 OK風 麥克風是 能 怎麼刮到 就是 麥克風是這樣嘛 然後就 刮到 然後這邊就開始大爆血 可是他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不然我前幾天都一直 貼著麥克風 貼著 不是貼著麥克風 貼著麥克風 可是其實被 被麥克風傷到的 的機會還蠻高的耶 還蠻多 我記得蠻多成員被麥克風傷到過 像是阿潘他有被 麥克風敲到牙齒過 然後 也有很多成員手上有傷 不知道怎麼來的 可能也是麥克風敲到 而且 就是很 比較可怕的就是 在表演的那個當下 因為你的 身上線數 不要高嘛 就是 反正你就是整個人很興奮 你對痛 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你 通常都會不知道你身上的瘀青 或是 你身上的那個 傷口到底是怎麼來的 因為你 受傷的那個當下 你不會有感覺 你可能只是覺得 喔好像有東西 中到我的哪裡 結果表演結束回去一看 就是身上頭是傷 而且很誇張就是我那個 我這次 欸 好像是公演的第二天吧 假日那一場的時候 然後我在表演獨自助的時候 我就 我就滑倒 然後我滑倒就整個人 就是碰 然後臉 臉朝電那種 因為我是跌倒 然後轉圈的時候跌倒 它那個 獨自助的 跟還蠻高的 然後打滑就跌倒 那我覺得 我覺得觀眾都被我嚇到 我真的超對不起 超對不起 超對不起 就是 就是有點破壞氣氛的感覺 然後我就趕快站起來 迅速站起來 然後繼續跳 這樣子 我以為你是蹲下時沒有站穩就跌倒了 沒有 因為它那個動作其實是 我當時跌倒的那個動作 它是要整個人滑出去 滑出去之後再轉一圈 之後才蹲下 然後我就是要 呃 我就是滑出去 轉圈的時候 那個轉圈 滑倒 然後我就啪 跌倒之後馬上 站起來蹲著 蹲著 繼續蹲著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不少觀眾 他原本視線不在我身上 然後 好像看到我跌倒 就突然轉過來看我 然後 我就 那時候就很擔心說 自己的臉上 會不會有血 如果我臉上有血的話 就真的蠻恐怖的 所以我後來就跳一跳 我就進去後台 然後就趕快問工作人員姐姐說 我臉上有血嗎 然後 姐姐就說沒有血 我就OK好 我就繼續回去跳 嗯 因為我那時候是 嗯 跌倒的當下 雖然 有點嚇到 可是 那個 我比較 我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我有感覺到血的味道 所以我就想 是我臉上哪裡 流血嗎 這樣子 還是我的嘴唇已經 大爆血了 我不知道 然後 因為我看不到自己嘛 然後我就趕快進後台 進完後台之後 問一下臉上怎麼血 沒有之後我就再出來 呵 對 麥克風還敲到地上超大的聲音 對阿 這是很破壞表演的氣氛 真的覺得 喔 超對不起 然後我的 我的大拇指吧 因為我那天好像有撞到大拇指 然後他就整個腫起來 哼 就是我現在 現在好很多了 不過前幾天大概就是 大拇指都沒辦法使用的一個狀態 超級腫 這兩個對比就是覺得 這一隻超級腫 超級腫 真的超腫 然後 雖然有聞到血的味道 可是 受傷的地方是 嘴巴裡面 就是 可能去敲到 撞到那個地板 所以嘴唇裡面流血 可是沒有傷到臉 還好 真的很好險 沒有傷到臉 跌倒的時候有撞到吧 嗯 有撞到 所以 有撞到才會 才會 語情 莫為大爆 天啊 就 就當成是 我幫大家消災好了 天啊 我就想說 這次公演怎麼受那麼多傷呢 還好有用手 撐著 並駕魚露 不是最喜歡鮮血的味道嗎 其實也不喜歡血的味道 血還蠻臭的 是喜歡血的溫度吧 而且寫字 寫字也很人輕 喜歡熱熱的血 有時候用手撐法 也會讓手挫傷 也要小心一點 對啊 可是 那個 我其實跌倒的當下 沒辦法去控制自己 用什麼地方去撐 說到獨蜘蛛 他的歌詞隱晦的母湯 怎麼現在來提這個 獨蜘蛛一直都很母湯 超母湯 所以有些比較 年紀比較小的成員 雖然這樣講 好像 我覺得全員唱這首都還蠻 很康的 OK 我看你那個時候臉都快貼到地板 真的嗎 這麼 疊得這麼誇張嗎 對 但我的臉是真的沒撞到 嗯 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聽清楚所有歌詞嘛 那你就多來幾次 多來幾次 就會聽懂 應該吧 阿謙 對 嘍 謝謝Akira的新之冠 總之我就當成自己收藏幫大家消災吧 天啊 可是蠻高興的是我週日場的 假日場的孟子中好像沒有出事情 因為我的孟子中真的是每一跳一次都會出事情 通常都是衣服上的 可是這次孟子中假日場還蠻順利的 可以當你的女朋友嗎?這首也是很讚 是不是都不在歌詞上 是 孟子中我超愛 很像橘板風 對吧 我也很喜歡那首 可以不要 喔不是喔 沒有沒有在問你們的意見啦 左右套路 小青桃 對啊 你先跟那個余露高的意思 呀 可以呀 對嘛我都沒回 余露你再說一次 我不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容易被圈套 我剛有提到那個鬼滅之刃的電影嗎? 好險我沒去看喔 還沒去看過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阿 還有什麼 那個 尋找小魔女兜人 這個是我的童年耶 所以我也蠻想去看的 其實想看魚露跳雞雞嗎 真的嗎 想要看我跳這麼帥的歌喔 你知道我自己想嘗試的歌其實是那個 制服的抵抗嗎 但是制服的抵抗 另外兩個我就不知道要配誰 我自己是想跳制服的抵抗 制服抵抗更帥吧 沒有 是 好像是不一樣的帥 我主要是因為喜歡那個 制服的抵抗裡面的 某一些舞蹈動作 像是那個 它有一個地方是 很像在 牽人偶嗎 很像在操控人偶的那個地方 還有躺著 有一個人要躺下去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很棒 超級棒 然後那個那個什麼 如果是奇蹟的話就會像是 就會像是 傑尼斯那種 男偶像的帥氣 好 躺下去的要坐兩側才看得到 嗯 可能坐前面的沒辦法看到這麼低吧 嗯 如果我要跳制服的抵抗的話 剩下兩個我會找誰啊 我會想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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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搜尋中 嗯 嗯 嗯 感覺 香蕉美玲 可是美玲跳過了 嗯 但是怎麼辦 感覺是 還是找兩個家喻一起跳 不行啊 可是 不知道 嗯 橙橙嗎 找我找我 我有懶紅色頭髮很適合 所以啊 小千 小千來把那個 制服的抵抗練起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 代意 代意個一場 這樣子 那就要看小千的制服的抵抗 因為是背對正行 正面行 小千乾脆毒素吧 先不要 小千練起來 那小千要先去泰國嗎 先去變性嗎 好 橙橙的話 操控了我那段會不會太矮 反而 像被操控嗎 他可以當最下面那個啊 喔 說到身高的問題 就是 我們有一場是橙橙有跳 嗚吼吼吼吼吼的 然後 我們有個動作是要 大家 三個人要排成一排 然後 前面兩個人要蹲下去做 擺POSE 然後 是這樣低中高這樣子 然後剛好 排在最後面的是橙橙 然後 排在我跟 排在橙橙前面的是我跟布丁 你就知道那個身高 我跟布丁的時候就是 已經下去了 不能再下去 然後我還是第一個 我要最低的那一個 天啊 我就整個超級下去 我已經 我不知道了 低中高 有低中高嗎 可是身高比例差很多耶 就是 因為 沒有照身高比例這樣子拍啊 所以 要自己去配合那個 感覺 雨露多高啊 要不要拆一下 雖然資料 我們官方資料上面好像要寫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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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長得很矮嗎 我是長得很矮嗎 我確定沒有一七 沒有啊 我其實是有一六的耶 我之前一直都是 之前一直都是 之前一直都是一五九點多 然後自從我有一次身高 測量量到一六零之後 我就再也不量 再也不量第二次了 對我就是實實在在的一六零 我不要再量第二次 明年還是會有定期健康檢查吧 不要啊 天啊 說不定現在量度就一六五了 對啊 長高了吧 不行啊 我現在都不睡覺 我怎麼可能會長高 呵呵 但你在活動中穿高分鞋 我覺得有1.5左右 王子殿下那一雙也是超級高的靴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Santa剛好是主著 他超級高 我每次穿王子殿下那一套 我都覺得自己像巨人 可是其實我在英主裡面 我就覺得自己滿像巨人 因為英主小隻的孩子很多 英主小隻的孩子 你想想看喔 那個 阿潘很小隻 然後 雨林很小隻 晨晨很小隻 還有誰 雨麥很小隻 對 反正大家都小青年很小隻 是大家都很小隻 太多了 我以後只能站在祖祖旁邊 你是指身高不足155的人嗎 也沒有到不足155 反正就是整體上來說比較小隻 但是通常是指 160以下 通常大家去區分小隻跟 小隻跟大隻好像都是以160當成一個界線 可是剛好在160的人就會有點尷尬 就不上不下了 就是 中間 中等的 提醒 我覺得我算中 上嗎 還是中 我不知道 中間吧 因為我想到高的就只有那個 01 翼雲 然後還有祖祖 這三個比我高 然後 我跟小慧是差不多高 我跟小慧的 我跟小慧的身材很接近 差不多 幾乎一模一樣 然後 還有誰 阿力我也不確定 阿力是 好像 阿力也跟我差不多 但是阿力太瘦了 阿力超級瘦 所以阿力 我不知道 他看起來就是超一小隻 你知道我常去 我常練習的時候 然後就會叮著阿力的 叮著阿力的腿 然後阿力的腿 他是大腿跟小腿幾乎快沒有分別的那種 真的01也差不多 01也是超級瘦 他們就是那種大腿跟小腿幾乎沒有分別的 看不出來哪個是大腿哪個是小腿 只看得出來哪一節比較長哪一節比較短 超瘦 平衡也是 平衡也是分不出大腿跟小腿那種 因為差不多 可能 你看看可能平衡跟阿力他們的腿 跟凌翼的腿 都大概跟你們的 跟一些 成年男性的手臂差不多粗這樣 超可怕 還有層層 還有羽苗 羽苗也是 腿超級瘦 胖哪裡就是不會胖腿 平衡那個 平衡那個 羽苗 還有米娜 米娜的腿也是超級瘦 我們團裡面有好幾個分不出大腿跟小腿了 超厲害 すごい 但是 我就覺得每個人肌肉分布不太一樣 就是 有些人就是很容易長腿部的肌肉 你看大家訓練量 訓練的程度都差不多 然後 因為大家都會 都會一起培訓嘛 然後 跳舞 可能那些什麼的量都差不多 但是每個人長出來的 感覺就是不一樣 所以米娜 米娜的臉跟身體就是很有違和感 因為她的四肢都超級細 可是臉就是鼓鼓這樣 可是羽苗每次都會說自己腿出 拜託 你知道羽苗都跟我說 她 她去買褲子的時候都買不到尺寸 因為 通常 就算是穿XS的 還是 她還是會覺得太鬆 我之前跟她去買衣服的時候 店員已經拿最小的那個給她了 然後她還是跟我說 我腰那邊 腰那邊好像很鬆 要去改一下 我就覺得 嗯,好 羽苗真的很難買衣服 我深刻的感覺到她的不便 有這種不便還蠻好的 XS都太鬆 對啊 XS都太鬆 很鬆欸 Mina的腿部肌肉超明顯 嗯 我的腿長腰M 但是腰都超級鬆 而且窄 窄褲褲管 還是寬嗎 那其實小千太瘦了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 長不出肉吧 嗯 那Mina Mina不是也很努力要增胖的那種嗎 有沒有人覺得以後都不要和她們逛苦事點嗎 不至於 其實不會到這麼覺得 因為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說 可能這樣子抱怨還蠻奢侈的 因為 你都已經這麼瘦了 你在抱怨什麼 但是 有些真的長不胖的人是很困擾的 因為 嗯 如果你是胖的人 那你至少還可以 有機會減下來 但是 我覺得長不胖的人是真的很難 再去增胖 不管他們吃多少 我是遇過那種 不管吃多少 垃圾食物都不會長胖的人 然後他們已經很努力想要讓自己 不要這麼骨感 還是這麼骨感 就是 很瘦的人 你可能羨慕她 但是她不一定喜歡她自己的那個身材 她可能喜歡比較有 曲線 比較豐滿的人 但是她 就是這麼骨感 所以我覺得 也不用這樣子 去 說說 你都這麼瘦了 還在抱怨什麼 應該還好吧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 這樣 這什麼奢侈的煩惱 對啊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怎麼吃都不會胖 不是很好嗎 可是你喜歡 你喜歡這麼瘦不代表 她自己會喜歡自己這麼瘦 所以 我也覺得 不要這樣子想 比較有 同理心 同理心 對啊每天運動 不然只是增加脂肪 我嘗試了一個月 然後我就放著吃 貴團很多啊 對啊 貴團很多吃不胖的孩子 可是也有很多為了減肥 拼死拼活的孩子 我就是其中一個好嗎 我四肢長不出肉嗎 如果四肢長不出肉 那種 你只要穿那種 比較寬的 比較寬鬆的T恤 看起來超級 超級瘦耶 但是減肥這種事是 其實有點急不來的 應該說減肥比較重要的是 那個吧 不是體重基上的數字 是自己 生活習慣的問題 小朋友穿大人衣服的感覺 對啊 其實女生還好 女生不會太 不會太建議自己 太纖細 但是 我覺得男生會建議自己 很纖細 這件事情 因為 有些男生 就是我以前有些男同學 他們游泳課的時候 是真的 都很瘦 就是身體很單薄 男生 男生本身已經是 比較沒有曲線 就是線條比較 比較直的那種 直的那種身材 那如果他身體 又是很單薄的話 他看起來真的會超級 就是很瘦小 一直 所以我覺得男生 比起女生 他應該會更建議自己 為什麼這麼 四肢這麼詮細 這件事情 所以我比較喜歡秋冬季 穿的長袖 看起來就不會太瘦 對 可是 秋冬季 要看你怎麼搭配 我自己覺得 秋冬季 穿衣服 穿得好的話 看起來是會比較瘦的 我自己也 我是 我沒有辦法選那種 嗯 我每次要挑秋冬的衣服 我都不能挑 材質太 太厚重的那種衣服 很困擾欸 因為 我這個牛仔是例外 我這個牛仔它是半身的 然後 它是可以這樣子打開的 所以還好 不至於到整個包起來 可是是很厚重的那種 像是 冬天 秋冬不是很多那種 很厚的毛衣嗎 或者是針織 反正就是 秋冬會有很多那種 厚重的毛衣 我全部都不能穿 我覺得 我只能穿比較 貼身的毛衣 不然我看起來會超 我看起來上半身會超遠 真的 超困擾 因為我是 我是上半身 比較有肉的類型 然後 我如果是秋冬挑那種 很厚重的 比較厚重的單品 我看起來 整個人就是超遠 所以 對 我只能穿那種 比較 貼身的衣物 就沒跟身材不一樣的話 挑的衣服會不一樣 所以我去逛服飾店的時候 就沒辦法挑那種很厚的衣服 不是那個嗎 很多女生喜歡穿那個什麼毛毛的外套 或者是看起來有點像皮衣的那種 我就超級不適合 那種 我覺得那種 很大的 很大的那種毛皮 要給真的很瘦的女生去穿 就是 身材版型比較單薄的女生 它看起來才不會 看起來才不會很大一隻 因為那個毛膨膨的感覺 本身就會增加你的厚度 身體整體看起來那個厚度 會有厚重感 所以 如果你是本身 像我一樣 上半身就比較有肉的人 的話 真的不能挑那種 有毛毛的東西 還有那種 對 羽絨衣 就是那種羽絨保暖外套 也不行 那個我覺得也不行 你知道我超級討厭那種羽絨背心啊 或者是那個羽絨外套 因為我自己穿起來都超不好看 可是那個羽絨衣就很飽呢 所以 羽絨外套穿起來 我都覺得看起來胖好走 對吧 就是小青年要看起來胖 你去買那個 你去買那個很膨的 羽絨背心 真的 直接胖5公斤 視覺效果直接胖5公斤 不誇張 羽絨外套都設計米其林心不要 對啊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 一款我覺得還不錯的羽絨外套 我的衣櫃不會出現羽絨外套這種東西 不覺得 不覺得羽絨外套是好看的單品 怎麼辦 這樣講會不會傷到有穿羽絨外套的人 因為他的設計本來就是以保暖為千 對啊 那天冷與露都怎麼穿 你穿毛衣嗎 我通常都會穿一件 比較厚的 比較寬比較厚的 上衣嗎 在外面 然後裡面可能就穿短袖這樣子 就是一層一層穿起來 嗯 嗯 不然就是會 裡面穿短袖 可是外面是比較厚的外套這樣 嗯 不然就是可能會有一個背心在外面 那種 嗯 嗯 真摯的背心這樣子 習慣穿的品牌衣服嗎 還是沒有在看 沒有在看耶 還好 我不太會挑品牌 只要是我喜歡的感覺的話 我就 會去買 不太會特別在意品牌的 我以為雨露會穿30件T恤 這個我可能連 家門都走不出去吧 手都沒辦法彎了 穿30件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滿想 裹著棉被然後就出門 每次天氣冷的時候 上學就會很想 裹著被子出門 原本有這種感覺嗎 最幸福的是 窩在被子裡不離開吧 對了 難怪上次你能挑戰穿好幾件衣服 原來是平時訓練有數 沒有不要誤會我 沒有在訓練這個東西 沒有在訓練這個東西 那我換一下 我最近買了一個那個 最近買了一個飲料 然後那個飲料是有潤喉的 潤喉的效果 聽說很厲害 等我拿到飲料之後再喝給大家看 希望他對我直播兩個小時是有幫助的 可是他一瓶 他小小一瓶喔 人家五十塊 真的很 我覺得有點貴 買來喝個笑的 不然我每次就是 講完話之後我就 喉嚨快沒聲音了這樣 我現在就在棉被裡面嗎 可是今天很熱耶 現在都已經要十一月了 好熱喔 外面太陽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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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真的現在北部比南部還要熱 喝穿被皮革膏試試啊 皮革膏 可以開冷氣窩在原被裡面一樣幸福 幸福是幸福 可是 是 好醉了喔 開冷氣 躲背窩 我剛比賽完回家 現在只想在棉被裡面耍廢嗎 喔 小天今天去做了什麼事情 不知道 今年真的熱 平常冰店只有開上半年 最近經過還有營業 對啊 根本不用說啦 打棒球 打棒球 喔 比賽還順利嗎 真的耶 我有看到了 照片 會音樂又會運動 太厲害了小千 不得了 還行還行 快四點沒打了 我給自己幾個嗎 之前學校社團有參加過嗎 因為我其實之前也有在 之前在劍道社的時候我也是都有在練劍道 然後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劍道社可以參加了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 怎麼辦 我很想練劍啊 可是沒什麼地方可以讓我練 因為 可以練劍道的地方其實不多 就是有一些地方有道館這樣子 就在想我自己要不要去道館 然後自己練 自己找老師 然後繼續練我的劍道 不然我劍道都快廢掉了 好啊 不過我現在事情太多 不然我真的還蠻想 一直繼續去練劍道 我現在已經擠不出任何時間去練劍道 而且我每次練劍道我都練得很用力 就是會練到手全部都是劍 然後會破皮的那種 因為 基本上打劍道要刺腳 然後刺腳你在那個地上去磨 嗯 腳也會磨出那個尖 就是每次練完劍道 腳都會超級髒 因為你在那個 道館上面刺腳 然後這樣子走路 而且劍道基本上是要用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滑行的方式在 在出 在出腳步的 而且劍道 嗯 以劍道而說 腳步是還蠻重要的東西 要練 要練很多次 嗯 就是 嗯 其實 重要的不是出劍 就是 怎麼講 重要的是你 每一動作的那個 穩定度還有流暢度 所以那個 腳步要練超多次 然後 就是會練到整個腳都是黑的 因為它那個 那個 道館上面 可能不一定每次都會清理 然後 有 之前我們劍道老師有跟我們看過日本練劍道那個影片 超可怕 他們就是 那個 手 用手在地上走嗎 怎麼一個訓練法 就是 有 你們有看過那種訓練就是 嗯 有一個人在你後面 然後把你的腳架起來抬高 然後你就只能用手在地上爬行 的那一種 超厲害 就是很多很多那種練劍道的方法 然後還有擦地板 很像在修行 還有那個什麼 嗯 輪胎喔 跟輪胎有關的訓練 用輪胎的訓練 喔想起來了 就是那個 用手在地上爬行 然後是 很像障礙賽一樣 就是穿過 就是 輪胎放在地上 然後你要這樣穿過它 繞過它 我也不知道 這樣子到底是為了什麼 但是 它給我看的那個影片裡面 的確 他們學校的學生 就在做這種事情 真的有用嗎 那不是漫畫劇情嗎 很像漫畫劇情啊 很像漫畫劇情啊 嗯 的確也 也在磨練自己的耐性的感覺 就是 會有一種 精神 見到有它自己的精神在 那時候我上課的第一天 老師就 老師就有跟我們提醒說 就是 嗯 如果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要學習武術的那種 那種人啊 就是 這類的武術 你就會 很清楚知道這些武術 是不能拿來 傷人的 就是 你是 在訓練自己的 精神 而不是 嗯 透過這種方式去訓練自己的精神 而不是 為了學這些技術 然後 想要拿來傷人 這樣子 就是一個 劍道的精神 這種感覺跟什麼 柔道嗎 柔道那種感覺很像 在訓練自己被 嗯 瘦身的技術嗎 就訓練怎麼被打 怎麼被摔 可是 主要不是拿來攻擊人家 這樣子 不是說 你學劍道然後 你就可以拿著你的 超大的竹劍 開始批人 沒有 這是 很磨練精神的一個過程 武器是拿來保護重要的人 火影牌子嗎 現在 現代人都 用槍的 不會用 劍道 的劍這種 我覺得逐漸 在槍面前 根本 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把那個 怎麼可能 拿著刀 然後把那個子彈給劈 劈 劈成兩半吧 那個不是刀劍神域嗎 很誇張的劇情欸 他那時候 裡面的遊戲是主角 只有主角一個人拿刀吧 然後其他人都拿槍 然後他就把那個 因為他可以看到 那個子彈的軌道 然後他看到子彈的軌道之後 他就會用他的刀把子彈砍成兩半 我就覺得 蛤 蛤 蛤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蛤 蛤 可是之前 之前真的有人去實驗過 可不可以把那個 子彈劈開 我記得有一個 日本的 也是 嗯 好像也是學劍道的嗎 還是什麼 反正是跟劍有關技術的人 他是可以把 BB彈劈開 但是他沒有辦法把真的 子彈給劈開 可是光可以把BB彈劈開已經夠厲害了 他是真的真的有把BB彈給劈開 超厲害 然後也有把那個 棒球給 棒球給劈開 不過日本有人拿武士刀 砍高速棒球 對 就是那個 他不是 他不是看到BB彈之後才砍 他是 預判他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再砍 也是 也是有點像 預判軌道 因為他是直直直直的這樣射過來 然後 你聽到他蹦的時候 你就砍下去吧 差不多 可是那個速度 那個反應速度要很快 好像比你眨眼的速度還要快 這樣 反應時間比你眨眼的速度還要短 超快 看BB彈很厲害 擴發心智嗎 甚至在開箱之前就已經開始拔刀了嗎 嗯 跟大家講一個最近 算有趣嗎 反正也是一些小雜事 就是我最近有想要去 想要去上日文的課程 然後我就有再去 有去體驗嘛 有去體驗過那個日文的課程 然後順便看一下自己日文的程度到哪裡 然後我去體驗上課的時候 我就直接 嗯 那個老師要先問一下我的日文程度到哪裡 然後 他大概了解了之後 他就全程開始用日文跟我講話 嗯 然後我用中文回答他還會跟我說不行 你用日文 然後我就 嗯 還是跟他用日文 上完整節課了 然後他說我的 他說我的程度大概有到 大概有到 N N4 接近N3 就是 我 我N4的文法 缺一點點 就是 N4的文法不太熟 還差了一點點 但是 已經有到N3的程度 這樣接近 對 然後 他說我的口語說的還蠻好的 就是 跟老師對打什麼的 那個 口語都講得很好 但是就是 真的是文法上 因為我是自學的 而且我自學也沒多久而已 就是 自己真的很 很隨性的在學 所以就 文法什麼的都很 都 不太清楚吧 對 完全是憑 憑感在操縱日文的一個人 我真的 學語言 全部都憑語感 就是 憑自己的語感在 在學習 英文也是 日文也是 都憑語感 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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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安 然後 反正 老實說 其實還不錯 就是 應該上個 上個幾次 幾堂課之後 就可以直接跳到 N3的課程 然後 反正他們在 就是跟我介紹課程的時候 然後 就問我說 嗯 你有想要考試嗎 然後 你幾年 應該明年 報一報之後 你就可以 試試看可不可以考 N2 5N1這樣子 然後 我就 嗯 然後 他們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就是 想要 精進自己 日文能力 然後 要考試嗎 才怪報名的 然後 我就 我就說 嗯 沒有 我就是想 想學而已 就是超沒有 超沒有目標性的 你知道嗎 就說 你學了這本要幹嘛 因為有些人學的是為了 他自己職場上用得到 不然就是 多學一個語言 可能在 履歷表上面會比較好看 然後會 加薪 然後 有一些人是想要出國留學 像是 有一個 跟我同年紀的女孩子 她 最近來報名的原因是因為 她想要去韓國留學 然後她真的就是 順利的考到了 順利的考到 政兆之後真的去韓國留學了 然後 我還聽到有一個 小女孩 小 不是小女孩 我這樣講很奇怪 反正 聽到有一個女生 她來學日文的夢想 也蠻神奇的 她想要 學日文的原因是因為 她想要在 女僕咖啡店打工 對對對 我就是想要直接看 直接啃生肉 我不想要透過人家翻譯 所以我才想要 就是想說 學下日文這樣子 超級興趣使然 興趣使然的偶像 興趣使然的學日文 興趣使然的學日文 就是如果 怎麼講 如果她之後我就上課的時候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考到N1的話 你就要做什麼什麼準備 然後她就沒辦法跟我說這些 因為我的目標本來就不是想要考試 考到 通過N1 通過N1 或者是想要 多高的日文能力 就是 我很想要學 這個語言而已 就是 就是我真的沒什麼太大的動機 我就覺得 單純 享受在 學 日文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 你也知道那種環境 那種環境 很多人就是想說 喔 我要多學好幾種語言 然後 嗯 未來的趨勢是什麼 然後 我以後 什麼時候用得到 我完全沒有 我就單純 單單純純的想學 因為我後來去 了解他們的課程 然後他們就會說 喔 你可以再多學幾種 他們有再送 其他幾種課程 比如說 學一下 學一下韓文 不然就是學一下 音聽 練一下音聽這樣子 反正就是很多人很 急著要 當自己 學會很多這種語言 嗯 因為學語言 對他們以後 在求職上面 可能很有幫助 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會很大力的推薦你說 喔 你的語言能力還不錯啊 那你可以再去學 多學哪一種語言 然後 哪一種語言跟 日文很像 這樣子 你應該學得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嗯 可是我現在學那些語言要幹嘛 那種感覺 就有種 就有種 對啊我這樣學語言要幹嘛 學那麼多要幹嘛 也不是不想學 就是 不想要有一個 不想要為了目的才去學 語言 實在不想為了目的去學語言嗎 這樣也太拼了吧 可是很多人就是都在這樣做啊 很多人除了自己本身的 在學校的課程之外 也會自己去 報名外面的課程 然後讓自己多了好幾種技能 比如說你去學一下 嗯 學寫程式啊 不然就是去學 3D繪圖啊 不然去學什麼 某一些軟體的應用這樣子 不然現在去學那個什麼 影片編輯嗎 因為 現在自媒體也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也會去學那個 怎麼去編輯自己的 怎麼去做一些影像的編輯這樣子 可是我就覺得有 那種 有目的性的還蠻 學起來會蠻累的 就是 不是不想學 就是不想為了那個目的去學 我這樣是很叛逆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樣超叛逆欸 不是為了 沒有為了目的去學 就是 單純喜歡 學 那 學那個東西才去學 就是 因為 其實這樣反過來講的話 就是如果你沒有一個 一定想要達成的目標 如果你沒有一個 很想要達成的目標的話 那你要怎麼在 自己很辛苦的時候 繼續去堅持 學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今天去 報名的日文課程 你就是很堅持說自己 要拿到 恩萬的資格 然後 有了恩萬的資格之後 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就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這個這麼強大的動機 那你在學對文的過程中 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 或是怎樣 你會 你要怎麼堅持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強大的動機 一個沒有強大的動機 跟你的目標性 也可能會是一個 學習上的阻礙嗎 如果真的跟我一樣都是 全部都是興趣使然的話 感覺很容易就是半途而廢的類型 對吧 今天你沒有想著一件 一定要達成的事情 然後才去做的話 你很容易 學到一半就會不知道自己幹嘛 繼續這樣子 所以我在 我就覺得這樣是不是 很叛逆 超叛逆 唉 家裡空氣比外面好多了 這樣的想法是對的嗎 要有主要動機去學才會學到 因為興趣學跟強迫去學 學習效果差很多 嗯 突然 突然大家都沉默 怎麼辦 我不來 大家平常在 決定要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到底是因為 自己本身很想做這件事情 還是 比較多是因為 你有什麼很想要達到的目標 是目標驅使你去做事情還是 興趣 還是你喜不喜歡這件事情 去驅使你做的 因為如果是因為目的去做的話 那 嗯 怎麼講 感覺比較會有 規劃性 然後 比較會有那種 嗯 就算 中間出了什麼讓你不愉快的過程 你還是會 為了那個目的繼續下去的感覺 但是 如果你是單純喜歡那件事情 才去做的話 嗯 感覺就是 沒有什麼 結果也沒有關係 那種 都有嘛 參半嗎 興趣才是最好的老師嗎 嗯 可是 還蠻多 蠻多事情是 你還沒有去 學過之前 你其實不知道自己 對他 有沒有興趣 不過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有興趣的話 才會學的比較好 好 嗯 只是現實能不能這樣做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對啊 有興趣 也許一開始沒有興趣 但慢慢做出成績後 也會產生興趣嗎 喔 你知道我是那種 不管成績如何 我不會被成績 影響到我對那件事情 興趣的程度 可能多少會 在做事情的過程中 會需要一些成就感 沒錯 可是 嗯 對我來說 對我而言 這個影響的程度 是比較低一點點 稍微低一點點 謝謝小白兔的心之罐 但是 的確 我覺得 要先做出一點 什麼東西來 要先有一點成果來 然後你才會確定自己 對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有興趣 做出新得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不管 自己 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沒有興趣 嗯 先全力試試看 才會知道自己 到底 對這件事情有沒有熱忱 不然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的話 其實還蠻困擾的 也不是不想做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 嘗試的 嘗試的還不夠多 所以 找不到自己的 找不到自己興趣的所在 找不到自己興趣的所在 因為有時候 自己的興趣這種東西 不是光靠 不是光靠想的 就會 就會得出答案 是要實際去 理解過去 操作過一次 才會知道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興趣 有時候可能會跟自己 想的有落差 對 碰高的 那樣 身高的時候碰到電腦繪圖 那段時間就 每天起床11點10 欸 起床11點10都自我催眠 我喜歡畫圖嗎 哈哈 那你現在上班的時候 也每天起床 對鏡子裡面的自己 催眠說 我愛上班 我熱愛上班 我對我的工作很有熱情 這樣 自我暗示 自我暗示 我愛上班 笑數 快點大家快點這樣 自己催眠自己 就不會累了 快點每天對鏡子說 我熱愛工作 我熱愛我的工作 我對我的工作很有熱情 我對我們公司很有感情 我超愛我的工作 我願意沒日沒夜的加班 全死 全心全力奉獻在我工作上 工作就是我的一切 這樣 為社會貢獻 為社會貢獻 我愛勞動 每天這樣子洗腦自己 那你如果要幫我們包裝生血嗎 如果有薪水的話 我可以去幫忙 以前覺得念書 以前念書覺得學好上課教中就是一切 現在不會這麼想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天啊 真的假的 我們真的覺得 用得到的東西才有辦法 進到自己腦袋裡面 不管以前 學的多少 學的多好 你以後用得到的東西 才有辦法 進到你的腦袋裡 不然 真的是 你自己拼命在學的東西 你考完試之後 如果用不到就會忘記 我覺得考試 如果是為了考試去學的知識 是沒有辦法 進到腦袋裡面 應該說 應該說真正的 教育嗎 要去判斷一個人 教育 成不成功 就是看他 離開了那個 學校這個教育體系之後 他 身上還留了多少東西 他留下的那個東西 才是他真正有學到的東西 不是按照他在校的 在學校裡面的成績去判斷 這個人的教育程度是怎樣 而是 等他離開了那個 學校這個教育體系之後 他身上留下來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才是他真正的學到 這個才是他真正的教育程度 而不是說 他的學歷 他的考試成績到哪裡 是 他這個人離開學校之後 留下來的東西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因為有時候 你不能光靠一個 光靠一個人的學歷去判斷他的 他的 他的教育程度到哪裡 要看那個人 沒有受 就是沒有繼續在學校受教育之後 沒有在接受那種 知識的 這種灌輸嗎 灌輸的知識之後 他身上到底還留多少東西 如果沒有人跟你說你要學什麼 然後這個禮拜要考什麼 然後 可能我們 現在要準備什麼考試 但是 你還是 有去學一些東西 有一些東西在你的腦袋裡面 那個才是你的東西 不是 因為你想要準備下禮拜的考試 然後你去 學那個東西 因為我每次 我每次真的 尤其是社會 因為我還蠻是 我還蠻擅長 素記的 就是 我記東西記很快 背東西背很快 然後我每次 社會科的東西 尤其是歷史跟那個什麼 歷史跟地理 我一定是 考完之後馬上就忘了 我的腦袋就被格式化了 然後我每次考試都是 對都是這樣子 考完之後 社會科的話 通常考完試之後就忘了 然後 公民的話 如果是公民科的話 我通常 完全不會在意自己考幾分 我只會 就是 就是 我還蠻在意公民他出的問題 然後 如果是我有疑問的地方 我都會 跟老師展開分 展開激烈的討論 我覺得公民科很有趣 在檢討題目的時候很有趣 因為 公民這種東西還蠻難的 其實很難去 給出一個答案 就是 每個人解釋的方法不一樣 可能跟你自己 有沒有想的不一樣 這樣子 公民有那種很好解釋的題目 也有那種 很難去解釋的東西 你有時候就是要去接受 接受 他給的規範 然後 你只要去理解那個規範就夠了 你就會知道 那個答案要怎麼寫 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時候去跟老師 辯論那個公民的題目 沒什麼意義 但是 就是會喜歡跟他討論 這種不同觀點的想法 然後 我的語文類的考試 全部都是靠語幹 不靠譜的感覺 可是全部都是靠語幹 在考試 因為 其實考 如果是考國文那種的 會考到蠻多的 國學嘗試 就是跟歷史有關係的東西 然後那種東西我通常都是用 都是用那個 自己 在考試之前 數記的方式 去硬把它記起來的 其實我根本沒有盡到腦袋裡面 就是 用 數記的方式去把它記起來 然後 撐過 應付完那場考試就好 那其他東西 比如說閱讀理解什麼 就是 還有作文都是靠自己的 語幹還是什麼 在寫的 那數學就算了 數學真的是 永遠沒有起色 可是日話 對啊 就真的什麼都記不起來 一片空白 因為你背的可能是題庫啊 但是你沒有看到那個 題庫上面的 關鍵字的時候 你就會完全忘記 自己 記了什麼東西 有時候是 看到某個關鍵字 才會想起來 某一件 歷史事件 對 然後要你憑空 憑空講出來 是完全沒辦法的 那種的 我自己是這樣 就等於根本沒有進到腦袋裡面 慘 慘 社學其實 背好公式 然後 可以套題目就可以了嗎 我真的 天啊 我是 可是 我可能連 不知道耶 因為 我知道數學的確被公式還蠻重要的 可是 我很在意那個公式是怎麼推演出來的 在我還沒有辦法完全理解那個公式怎麼來之前 我其實會很難把 數學的公式寄到自己腦袋裡 而且 而且加上我對題目的理解可能 很多時候就算我看到題目我也不太確定要套哪個公式 沒有這方面的 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就算知道公式也不知道要套到哪個題目裡面去 Oper Eca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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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做點練習題就會掌握這些東西了 我也覺得 喔 媽 我不是 可能我真的做題做得少嗎 我真的不是很愛做題的人 超不喜歡做題 就是我都是功課不會帶回家寫的那種類型 我的功課一定都是在學校就把它寫完 然後死都不會想帶回家練習的那種 我可以在學校留到很晚 然後把功課做完 可是我在回家之後 我就是變成一灘爛泥 我不會想碰我的作業 我只要回家 然後打開我的房門 看到我的床 我什麼事情都不會想做 我就是一灘爛泥 我不會想寫作業 就算書桌已經在我的床旁邊 我不會想碰我的作業 而且我書桌也不是拿來放書的 我書桌是拿來放其他東西 這樣聽起來好廢喔 天啊 一定要在學校寫完的那種類 然後就看我每一集下課都還敢做 因為我不想要把它帶回家 我大概一個學期在家裡習功課的次數 不超過五次 回到家就變成水了 對啊 回到家就是一灘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也不喜歡把課業帶回家 對吧 你知道以前我都覺得 你只要離開學校了 還在想 學校相關的事情是一件很不健康的事情 我就覺得我已經一整天從 從大概七點多 待到下午四點 然後等我離開那個學校之後 我還要再想學校的事情 我覺得超不健康的 我只一離開學校 我絕對不會想學校的事情 超不健康 我連經過學校的校門口都不想 好想看書桌嗎 我書桌也有擺書啦 可是是自己想看的書 不是學校的書 我也不喜歡把課業帶回家 對吧 就覺得都已經放學了 還在想學校的事情 超健康 怎麼回家之後還要再自己複習 複習一下 溫習課也 沒有這種事情 不會有 永遠都不會有 雖然我是這樣講 可是我如果有上補習班的話 我還是會等到 在補習班上完課 然後回家大概也是 十一點 十一點多這樣 我以前有個習慣 如果週秋二日 我們就會在 星期五 就熬夜把座椅寫完 禮拜六日放鬆 對吧 不喜歡事情 留到明天的感覺 代表暖風不是 暖風不是所謂的daylight戰士嗎 死線戰士 死線戰士就是在 要截止的前一刻嗎 才拼死拼活的把東西幹完 死線戰士 死線戰士 糟痕 糟糕 最近跟阿潘聊天的時候 聊到一部還蠻有名的動畫 好像叫什麼那個寒蠶嗎 寒蠶悲鳴之死嗎?我不知道 就是一個還蠻有名的恐怖的動畫 然後阿潘是跟我說這部NGT48有翻拍過 所以粉絲有推薦給他 因為最近好像又寒蠶這部動畫又有重製版的 所以我就去看重製版的 結果超恐怖耶 他第一集就在砍人 砍人嗎?還是打人我不確定 反正就是很可怕的畫面 第一集就如此的衝擊 我完全不敢在半夜看 有人有看不過那一部 好可怕喔那一部 一個人不敢看 這不好看嗎?真的嗎? 他的劇情 他的劇情我到現在都沒辦法理解 雖然我才看了前面一兩集而已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很詭異 很不舒服的那一種 感覺那個男主角一直在瘋狂的做死 就是 嗯 明明感覺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去調查的 感覺有很可怕的內幕 可是那個男主角就是一直想要把他那個內幕挖出來 真的每一個 每一個恐怖的作品 都需要一個很會做死的主角群 NJD成員演的我 我都看完了 真的嗎? 那個要怎麼演啊? 很可怕耶 超級血聲耶 超級血聲耶 而且他裡面有一些很 很不科學的武器 大柴刀這樣子 而且他很 他有很多集的樣子 有到 有到第二集 也是好幾集 有空可以看嗎? 可是真的很可怕啊 真的很可怕耶 好噁心喔那個 他畫風突變 就是他有時候 講話講到 一般畫風會突變 我會覺得很恐怖 超噁心的耶 他那個氣氛 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 我是一個人不敢半夜看 可是我通常都是 半夜無聊的時候 才會開始補飯 但是平日 平日早上都沒有空 然後 那個 等到晚上的時候 才會開始補飯 超可怕 看預告跟說明 就覺得很恐怖 對啊 聽阿帕在 聽阿帕在講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奇怪有這麼恐怖嗎? 然後就覺得他太誇張了還是怎樣 結果自己去看的時候 嘖 好噁心啊 好噁心 真的很噁心 謝謝許貝貝的 頑皮送的新之冠 好噁心 好噁心 你 是誰推那部給阿潘看的 很好奇 其實阿潘他已經看到 他已經看到第二季區 我看他在製版的我都已經有點受不了了 聽說他的原畫更恐怖 聽說他的原作比在製版的更恐怖 而且在製版的他的劇情會跟原版不一樣 在製版他第四集之後就會跟原版開始不一樣的劇情 在看什麼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寒蟬悲鳴之詩嗎 一個很恐怖的動畫 然後NGT4K有翻拍過 寒蟬鳴叫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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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畫風看起來很很舊 那個時期的畫風都是眼睛 眼睛超大 大概佔臉的二分之一那種比例 肚子還很想像 哦 胆子夠大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恐怖 選一句我最近還蠻喜歡看的 就是他的劇情還蠻讓人沒有辦法猜透 他想要做 而且他從第一集開始就資訊量超大的 給我一大堆很大的資訊量 他的女角他裡面的角色也讓我覺得很不自然到很恐怖 每個角色都很不自然 田中對立王無安 都很 mint 令王無安 大家最近還有什麼想要聊的事情嗎? 雨露午安 午安 雨冠 雨冠午安 抽到合照啊 恭喜你 是抽到我的嗎 對阿 好 Martin有想要什麼動作嗎 我想一下 可能知道會 還真的想不到 沒關係沒關係 會不會我到時候想出來的動作大家 覺得配合起來很羞恥這樣 如果是一些很中二的動作的話 所以你後來有跟阿潘討論髮型嗎 喔有啊有啊 我有跟他說我要用蘋果頭 他就跟我說還不錯啊 這樣子 跟雨露合照會要拍很多張 要很多姿勢 有我有看到 不會好像抽到很多張 所以努力搶動作 我最近 有興趣的事情也講完了 然後 然後 光眼也講完了 然後 幻聖節也講完 還有什麼要講 思考一下 電影也講完了 喔 我還沒有去看電影 所以沒有什麼好講的 小毛利斗雷咪 這是我的童年 是我的實際上 我還可以是他的實際上 是我的實際上 我還沒有去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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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還沒有去看電影 我還沒去看電影 所以我還沒有去看電影 我還沒有去看電影 我想充首映 最近忙到忙到不行 充不了首映 而且首映會很多人 其實我不是這麼想去 除非是我真的很喜歡的作品 可是鬼滅之刃自從 你知道鬼滅之刃自從我被各種 劇透之後 因為我只看動畫 我想說我就慢慢追 等動畫更新了之後我再看動畫就好 那種比較喜歡看動畫的人 所以我都是動畫檔 然後每次有關鬼滅的文章下面 就會一堆不知道哪來的 漫畫檔開始劇透 說誰誰誰死了 誰誰這樣這樣這樣 我就覺得 你知道我自從被劇透到 自己喜歡的角色 領便當之後 就決定都不追那個動畫了 天啊 有在關注但就沒有很努力的在追了 唉唷 很氣耶 真的氣死了 我就覺得我喜歡的角色都領便當了 那我到底追這部幹嘛 那種感覺 很氣耶 你好歹也讓我 看到他 領便當吧 不要我才 我才看完動畫也 就讓我知道我角色領便當了 我就 真的真的不行 幹嘛這樣 幹嘛這樣 因為漫畫已經結束很久了吧 動畫更難 嗯 挑選便當口味 早早下去領便當 幹嘛這樣 很傷心耶 我真是被劇透 雷到怕 然後很多那種 就是也有很多 你知道一個作品它 紅了之後 它的 腦粉 就是 招黑的粉絲就會很多 所以素質 素質就會跟著下降 然後 你就會很不想混入那個坑裡面去 很不想 躺這個 渾水 有很多 有很多 奇怪的事情會發生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很不想承認自己是這部動畫的粉絲這樣 雖然鬼面之刃沒有到這個程度啊 因為鬼面之刃也是一個 它也是因為做得很好 它品質真的很好 所以才有辦法吸引到這麼多粉絲 可是就有很多那種跟風 雙槽爆雷槽 然後 又有很多那種 真是沒什麼素質的粉絲 就會覺得 啊 然後不想進去這個坑裡面 而且鬼面之刃是一個大坑啊 它最近 有出那個 塔馬可吉電子機 可以養 可以在電子機裡面養久住吧 的一個 那個 小 長上型的遊戲機 很想買 對 日本最近也在討論對不對 對阿 如果我還在鬼面這個坑裡面的話 我覺得自己一定會買 而且我一定會買五一兩次 應該吧 可是不行 我現在已經沒有在坑鬼面 我對 我對長上型的遊戲機 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我很喜歡那個 在手上小小的 小小的遊戲機 就是那種小小的很精緻很可愛 在抽長上的東西 我都沒辦法坑 長上型遊戲機 我完全沒辦法 沒有抵抗力 但是我沒有 我到現在還沒有switch 其實我也沒有玩過switch 欸 我有跟羽苗借來玩過 就是 雖然switch也是屬於 長上型遊戲機 可是它太 太 太現代了 我不知道怎麼講 它太科技了 太現代了 走在太前端了 就沒有那種 我可能比較喜歡的是 復古的 長上型電玩吧 電子機那個 就剛好符合我 對長上型遊戲機 那個 喜歡的那種程度 還有那個 以前的那種 PS4小小的 PSP吧 PSP PSP那種 然後switch就是 很大的螢幕啊 然後跟兩個可以拆的那個 手把 我就覺得 有長上型遊戲機的感覺 就覺得它不是一機的 它不是一體的這樣 劇透什麼的 我是沒差 但是我討厭 我討厭的是說 除了鬼滅 其他都是 的人 嗯 我也不喜歡 貶低 其他作品的人 不能否認 鬼滅是好作品 但是 不能因為自己 沒有喜歡其他作品 就看不起其他作品這樣 鬼滅喜歡的是隨身帶著走的感覺嗎 對啊 科技進步當然會越來越好啊 不過現在還是買得到電子機就是了 對啊 現在那個 其實電子機也 也有一直在進步 就是它的螢幕也越來越 精緻嘛 對 它螢幕可以顯示的東西也越來越多 功能也越來越多 其實電子機 它也不算是很舊的 除非你找的是那種很舊的機型 但是 電子機它也不算什麼古早的產物 它只是很早就有了 但是它有一直在進步 它有一直在改善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買一台電子機自己玩 有Youtuber說 多愛鬼滅 結果連名字念錯嗎 不知道耶 其實我才說熱門作品就有這個問題 搞不好手機有電子機APP嗎 喔唷 那個不一樣啦 不一樣 用手機玩得到很多遊戲 但是在遊戲機上面玩到的感覺 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就跟用Switch玩的動聲 還有手機版的動聲 是完全兩回事 的那個感覺 手機感覺不一樣 嗯 手機已經是沒什麼浪漫的東西了 我不知道耶 人到了年紀 一定年紀之後 開始喜歡父母了 不然其實我也蠻喜歡那種 精緻的那種 小小的 嗯 智障型手機這樣 喜歡傳統封閉式的設計嗎 嗯 我也喜歡那種封閉式的設計 我覺得這樣很可愛 手機不是也是長上景嗎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真的覺得不太一樣 不知道耶 如果以後 如果以後都不用實體了 就是 都是用投影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的畫面都可以用投影出來的話 說不定大家也會開始懷念 以前 有那個可以拿到實體的 手機的那個日子 就是如果以後有什麼 Google眼鏡啊 然後那種手錶 是可以直接自己投影出來 影像 的那種的話 就是大家就會開始 懷念 以前要 滑那個手機 的日子吧 會嗎 就像現在有投影鍵盤一樣 嗯 就都是投影啊 會不會 突然想起來 之前有出那種 行動電源是附帶掌機的 嗯 這個我就不懂 行動電源附帶掌機 手機就變成手錶了 對啊 它可能就是一個 小小的折疊機 然後 可以在任何平面上面 成 成像 然後你自己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 控制它的大小 然後可以去操控干嘛干嘛 在任何平面上都可以操作這樣 好 好 科技是進步的很快的 我在想會不會以後 等以後AI技術非常成熟之後 就是 以後那種餐廳啊 或者是 便利商店裡面就沒有人 現在不是已經有 無人的便利商店了嗎 反正就是 嗯 會有機器幫你點餐 然後點餐了之後 也是用機器去做的 然後做好之後 也是機器幫你送上來 然後結帳的時候也是用機器 這樣子 這樣完全不用怕奧客 完全不怕奧客 對 而且這樣子 就不會有那個啊 就是 已經有無人操商了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以後 任何那種 大型的餐飲連鎖店 都會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用 用那個 用機器人在點餐 然後機器人在做食物這樣 人類要失業 每個世代要有每個世代自己 存活的方式 雖然這樣感覺沒什麼溫度 但是 那個 消走消走 雖然這樣子 都用機器人會覺得沒什麼溫度 可是 會 真的會 嗯 減少很多 用人類去 用人類去工作 會產生的問題 對 我們這裡的家隊服 現在就 擺了 一排的自助收入機 對啊 摩斯漢堡那個也是 自助的啊 可是我說的是整個流程 整個流程都是自動化的 那種 菜還是熱的 哈哈哈哈 不是這個 機器比人力便宜多了 機器比人力好實用多了 可是服務業 嗯 我說的取代服務業可能就是指餐廳那種 可能薪水沒有這麼高的服務業 但是如果是那種很高等的 比如說飯店服務或是機艙上面的服務 飛機上面那種很比較高等的服務員的話 還是會載 我覺得還是會載 畢竟 嗯 我覺得 還是 直接 人跟人接觸還是會有差 因為有時候人想要買到的不是那種 他就花 他就花很多的錢去買一個服務 他想要買到的不一定是 只有那些服務 是想要買到那種 別人在服飾你的那個感覺 是人在服飾你的那個感覺 然後 讓你 嗯 怎麼講 設身處地也幫你打造舒服的環境 這個是機器 再怎麼厲害都辦不到的一個感覺 所以 如果是比較高等的服務業的話 應該還是沒有辦法用自動機器人去取代 對 就是 如果要人來服務你的話會變得比較貴 這樣子 以後 以後人的感情這種東西就會變貴了 溫暖的感情就會變貴了 高價位 我覺得以後會需要很多那種自癒 療癒人心的工作 你知道嗎 結果機器也有感情嗎 哈哈 我是覺得 業者不會讓機器發展到這個程度 應該會以 他會 應該會 他的工作內容去開發 而不是會讓他真的那麼充電 有那個 有那個 自己發展出感情的那種風險 可能真的是高智慧的AI才會有這個風險 可是如果是 像我剛剛講的 只是為了要服務人類的生活 而設計出來的機器人 不會有這個風險 因為根本不會 往那個方向去設計 他不需要感情 他只需要 提供好服務 然後照著正確的流程去走 照著正確的指令去做事情就好了 他不用任何的感情 雖然感覺機器人會取淚掉很多現在人做的工作 但是 對 就跟卡丘講的一樣 以後也會有很多 不同的 新的職業出現 自己可以去開發 就算現在沒有的 就算是現在沒有的職業 但是說不定你的 點子夠好 你還是有辦法 把它變成一種職業 就是人現在已經不能靠 不能靠你的勞力去換金錢了 又要靠你的腦袋 哈哈哈哈 不過國外不是一直企圖讓機器人可以跟人類對話聊天嗎 喔你是說那種 可以陪伴你的機器人是嗎 可以在家裡陪伴你的那種 很像管家在之前 可以故意讓機器裝作有感情 嗯 這可以啦 可是 我覺得這個不太 不太可行 因為 因為 因為畢竟 跟你在一起的對象 就是比如說 你今天跟一個 看起來可以模擬人類感情的機器人相處 好了 你不會把它當成一個 生物 你不會把它當成一個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東西 你可能覺得它是一個 學習能力很高的AI這樣子 那 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會用 他在對待那些 高智慧的AI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用 輪到的方式去對待它 就是 他可能會希望說 他可能會期望說 這個 機器人 要滿足他所有的 情感上的需求 不然就是 那個機器人是 是他買的 是他用錢去換到的 所以 這個機器人 本來就應該去 去幫他做一些什麼事情 萬一分不出來呢 分不出來的話 就更危險 分不出來的話 就像 就像是 科技在操控自己 而不是自己在操控科技 就是科技對你的時候 已經不是你的 利用你 就是 你可以拿來利用的工具了 可是 變成 科技在操控你 它已經不是你的工具了 它已經不是讓你的生活 變得更好的一個東西 它是 你的 怎麼講 它反而變成 去 限制你的一個東西吧 這樣也不好 這樣是更糟糕的另外一個發展 我會很擔心 會不會有些人會用一些很不人道的方式去對待它買到的 它用錢去換來的機器人 對吧 而且機器人也很難去保障它的什麼 你也沒有辦法去保障它的 人權啊 還是什麼 它沒有人權這種東西 它是機器人啊 它是被製造出來 還是零件拼湊出來的東西啊 它是人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賣給人 它就是這樣子 為了這樣子去生產的一個東西 所以如果使用它的人 沒有正確的心態 去使用它的話 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以後搞不好會有機器人發揮 所以要有那種東西出來之前 要有一個 要先準備好一個 OK的 OK的法規吧 那個大爆走很可怕 但是我覺得就算已經把規則立好了 還是有很多真的去使用之後才會發生的 才會有的問題 但是那個問題的嚴重程度 到底會影響到多少人 就是 就很難說 就不一定 有空來看關於機器人的書好了 有聽說機器人通常會很少以人形作為設計外觀 就是怕發生故障的時候會給人一種機視感 對啊 這做得太逼真 反而會很恐怖耶 對 物質的發展太虧 到底人的內心 有沒有足夠成熟去面對物質的發展 對 我真的 我真的很多次都有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 就是 那個 心靈上的發展 完全跟不上我們物質上的發展 很恐怖耶 很恐怖耶 所以我來說以後會有很 應該會有蠻多那種 療癒 需要療癒心靈的一個工作 就是 人 人要開始去重視一下自己的精神面 這樣子 有一個健康健全完整的人格 社會才會更美好 不是說多進步的科技發展 是指 你這個人 的人格本身有沒有完整 有沒有好好的發育 比較重要 不然我們不管在發展 我們不管發展的任何東西 都只是去 彌補自己 彌補自己的缺陷而已啊 就是彌補自己 感情上的空洞 或是彌補自己 哪方面的空洞 不完整 那 一開始就把它好好的 好好的補好 好好的彌補起來 不是比較重要 這種感覺 好啦 我真的聊太多 哈哈 我來看一下今天的鑽石榜吧 今天到第18名 那今天就從第18名開始囉 今天的第18名是Puffy 第17名是小白兔 第16名是卡丘 第15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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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貝貝頑皮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第14名是Talon 第13名是 新人店長 感謝你 然後 第11名是 北雲神崔 第11名是 企業是企業 謝謝你們 接下來今天的第9名是小千 第8名是超哥 第7名是變成新鮮檸 第6名是CSH 第5名是Akira 第4名是博弈 謝謝你們 好 接下來是今天的前三名 第3名是PLUS 第2名是PLUS 第7名是修哲 第3名是修哲 第一名是Alex 感謝 這是今天的前三名喔 修哲你的頭可以更新啊 謝謝辛苦啊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